美國適聯軍奔印太 專家爆雜致命弱點 524全台抗議醫護自發組醫療站 524立院大戰前各黨派先餘論戰 台六四藝術展爆中共本質35年不變 岳父參謀總長貪腐被捕後審 BBC說台更關注星野元而不是軍演 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兩岸新聞 我是林思銘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4日 以下是詳細的新聞報導 中共黨魁習近平試圖改變國際秩序 中共與菲律賓圍繞南海議題的衝突 正在家劇 台海的緊張局勢也開始升高 賴清德就任台灣總統第三天 中共無預警展開橫台軍演 在這種背景下 美軍太平洋艦隊宣布 將於6月26日舉行2024 橫太平洋軍事演習 一共有29個國家參加 比前一屆演習陣容更強大 美國之音23日報導 2024年 橫太平洋軍演將從6月26日持續到8月2日 參與國包括與中共頻繁衝突的菲律賓 與中共外交關係緊繃的日本 另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成員 以及澳英美、AUKUS成員國都參與軍演 兩年一度的橫太平洋軍演 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海上演習 分析認為 今次軍演就是向中共傳遞威懾的信號 目前中共在印太通過軍事威脅 和政治滲透干涉其他國家主權 菲律賓軍方捲入南海人外交新模式 就是一個例子 自媒體《魯登》在社交媒體上透露 來自菲律賓華人商會的爆料指出 菲律賓與中共在南海衝突 使中共痛恨菲律賓現任的總統小馬可思 所以中共秘密拒之賄賂菲律賓的政客和軍方 企圖由前總統杜特爾特牽頭 在7月前發動軍事政變 推翻菲律賓現任政府 這項傳聞無法證實 不過中共目前對台灣也實施類似招數 通過立法會削弱賴清德政府 同時橫臺軍演恐嚇台灣人 BBC注意到 中共今次軍演和之前幾次演習不同 官方在軍演開始後才發布消息 而且這是共軍軍演第一次覆蓋 金馬等靠近大陸的台灣外島 有分析指中共今次軍事練習的目的 是對台灣進行完全攻擊 台灣國防部密切監控 共軍行動並在23日晚間表示 第一日軍演 中共海軍直抵台灣內水24海里線 挑人意味濃厚 而且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二條 第四項 任何國家不得以武力或威脅 侵害另一個國家領土主權 與兩年前佩洛西來台之後的軍演相比 共軍今次沒有劃分限航禁航區 國防部說 共軍目的非常明顯 就是要達到地區上有主控權 這是非常不明智的行為 不過 遠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教參謀姚誠發表文章說 不用為今次軍演警方 中共今次軍演出動海、空、火箭軍兵力 但其實從軍事角度看 要有陸軍參演才是重點 中共其實主要是做給大陸的老百姓看的 姚誠在較早的直播中斷定 軍隊不會聽習的命令去攻打台灣 一例 在軍隊來看 打台灣等於送死 姚誠進一步解釋說 飛機進入台海上空就會被攻擊 台灣的防空導彈不僅在島上 在艦艦上、飛機上都有 另外還有美日的部署 導彈在200米外就能擊落戰鬥機 飛行員跳傘的就只能落入海裡 基本是死路一條 海面艦艦就更不用說 因為速度慢、目標大 如果沒有掌握制空權 艦艦就是活動標靶 而且軍隊高層也不願意幫習近平回撞 姚誠說到 習打台灣是為了個人 是要連任保自己的命 因為習得罪太多人 他知道如果不能連任 失去權力就會死 所以要武統台灣 但軍隊經過一論論的清洗 本來就恨習 更不願意為習近平的個人野心喪命 習近平找不到人來掛稅 另外姚誠也認為對中共來說 最致命的是美國的經濟制裁 中國經濟一塌糊塗 如果再被制裁 可能沒辦法幫軍隊開工 台灣國防部致富 國防安全研究院 鍾志東博士告訴BBC 中共軍演的威懾效益正不斷遞減 所以未來不排除北京為了加大恐嚇力度 對台灣外島發動小規模的軍事攻擊 台灣國民黨和民眾黨聯手 強推國會抗權法案 已經引發3萬人上街抗議 24日立法院將再度表決 台灣民間團體宣布 24日全台串連抗議 預計聲勢會比21日更加浩大 但在野黨也傳出要反制的消息 綜合媒體報導 民進黨團幹事長 吳思堯披露多則LINE截圖對話指出 國民黨已經動員退役軍人 國民黨六位後援會 立法院長韓國瑜後援會等群組 在24日當日 去立法院集體合力護持 吳思堯對民眾喊話說 大家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保護好身邊每一位朋友 多謝你們為台灣民主站出來 預計24日會有大批人 去立法會外集結 為了預防突發事件 不少醫護人員自發去立法院所在地的青島東路 撤留醫療站 並且發表聲明 呼籲主辦方建立一條 能迅速疏散的綠色通道 避免踩踏事故 台大名醫施警中 在Facebook分享醫療人員的聲明 施警中說 自己在21日的抗議現場曾感到擔心 活動前曾傳問某個團體要來鬧場 這種情況 只要有人拿出武器或出現威脅群眾 無論發生在哪個區域 一定會發生推劑的慘案 事警中說 自己是學生的父親 擔心意外的發生 綠色通道勢必會造成不便 但醫療團自己掃錢、募集醫療物資 甚至自費租用民間救護車 目的就是要保護大家的安全 也請年輕學子保護好自己 我們台灣未來要靠你們了 5月24日 台灣立法院將第三度審查在野黨 聯手推動的國會抗決案 23日國民黨召開國際記者會 先打輿論戰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在記者會上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表示 民進黨令行政權獨大 等國會權變勢 這是絕對的權力帶來的絕對的腐化 吳宗憲問到 世界上哪個國家的行政權是沒有人監督的? 這是最核心的問題 南伯共同提出的國會抗權案 是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5條 修正案中 最具爭議的是藐視國會罪 民進黨立委蘇考偉在Facebook質疑 修正案侵犯人權 只要在南伯同意下 就能要求企業交出商業機密 要求人民交出私隱 而且不用搜索票 蘇考偉說 破天荒可以要求軍隊交出南伯想要知道的資訊 相信到時習近平台上也會有一份 藍營就反擊蘇考偉是製造恐慌 台灣制憲基金會副執行長宋承恩 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修訂案牽涉國安機密 如果官員必須去國會答詢 問到機密的時候 雖然有除外的條款 經主席同意就不用回答 但問題是 這種設計是否能讓國家機密獲得足夠的保護 另外 藐視國會罪擴大國會的質詢 加上調查和聽政權 恐怕引發寒蟬效應 對政府官員構成心理壓力 這樣的權力擴張到民間企業 可能侵害人民的私隱或企業秘密 第三 這次立法推動模式就是掠壓 這種模式一旦確定 接下來 可能用來杯葛社會福利案 甚至是國防預算案 宋承恩事件 這個形勢如果繼續下去 就會有嚴重的國會獨大 並侵奪其他部門 以及侵奪國家安全的情況 這樣看來 宋承恩認為 這個不僅是國會抗權 而是已經構成嚴重的國安問題 六四紀念日前 華人民主書院在23日起 在台灣中正紀念堂 舉辦生死存亡 六四事件35週年藝術展 六四親力者 其誤人話題到 中共屠殺學生的殘暴本質始終不變 台灣人要捍衛民主體制 港人蔡志豪展出的是 自己從香港逃亡時攜帶的行李箱 蔡志豪23日對自由亞洲回憶說 從得知要離開香港 到實際離開只有兩天 在兩天的準備時間內 除了必需品之外 我將20年的人生都塞入行李箱 知道這個展覽 我才想去解開行李箱 開啟這些被塵封的痛苦回憶 行李箱裡有她參與 反送中時穿的衣服、鞋 上面仍有催淚雅絲的味道 蔡志豪說 我家裡的鑰匙帶出來了 當時想或者我有機會回去 結果這東西 永遠被放在這邊 用不到了 蔡志豪另一件參展作品 是反送中抗爭者 當時在街頭搭的帳篷 她希望藉著展覽 讓世人了解中共迫害的殘酷 蔡志豪特別提到 她上週五參與台灣立法院外的抗議 她想提醒台灣人 藉著參觀六四展覽了解中共 民主自由來之不易 台灣人應該去瞭解、去珍惜 不是放任 讓她慢慢被侵蝕 六四親力者、訪問學者 吳仁華也提到 共軍在賴清德總統就任後的第三天 發起軍演 從各方面威脅台灣 她希望通過六四紀念活動 讓台灣人 特別是年輕人認稱 中共殘暴的本質始終無變 吳仁華認為 香港完全淪陷之後 台灣成為中港台唯一還能舉辦六四紀念的地點 台灣通過紀念六四 突顯台灣重視人權價值 曾經在反送中前線抗爭的 富湯致詞時說 這是很沉重和悲傷的指南 今年是六四三十五年 香港反送中五年 台灣仍然在為民主上街頭抗爭 希望港台共同阻止威權 極權再危害民主 流亡台灣的 港青年羅子維說 過去在香港維園 悼念六四的公民組織領袖周恆彤等人 仍被激壓在監獄 對抗中共大外宣的方式就是紀念六四 藉由藝術創作 繼承前輩的理念 俄烏戰爭還在持續 俄羅斯開始大規模改組軍事領導階層 俄國官方通訊社23日報道 軍事法庭以涉嫌大規模收賄為由 將參謀總部副參謀總長 沙馬林逮捕後審 沙馬林的住所也被搜查 自從4月 俄國防部副部長伊凡諾夫 因涉嫌受賄被關押以來 沙馬林是第四名被捕的國防高官 大規模受賄最高可判15年的徒刑 另外,今個月早些時候 國防部長邵伊古被解除職務 另有委任 但俄羅斯否認正有針對性感整肅軍隊高層 共軍23日無預警開始在台灣周圍軍演 但英國BBC報導 當日台灣人最關注的事並不是軍演 而是日本藝人星野元的八卦 BBC報導說 中國國內社交媒體上 軍演、佔據主導地位 但台灣的情況完全不同 台灣Google熱門趨勢中 排名第一的是星野元外遇的消息 星野元幾年前與新援結衣結婚 但最近突然爆出婚外情 不過現在當事人都已經否認傳言 BBC說 由於新援結衣在台灣非常受歡迎 所以這段八卦比中共軍演更吸引台灣人的注意力 也有台灣人表示 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中共軍演了 這次新聞已經播放完了 多謝你們的收看 因為我們不ira 全新援結婚了 全新援結婚 是否都要失去 感谢观看